汗斑用姜泡醋擦。食药鼠,霉菌杀不死甚至皮肤炎。 先前盛传蜂蜜柠檬可致汗斑,如今又有用香泡醋可以治疗汗斑的网络流流广为流传。 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再度跳出来辟谣,没有科学根据的偏方小心导致更伤皮肤的不良反应。 闷热潮湿的日子,有些人手臂、身体、脖子处出现一块块白色、红褐色或棕褐色的斑块,这些斑块平常不痛不痒,但流汗后或体温上升时,有时会感到刺痛、搔痒,这种情形称作汗斑。 病灶的颜色会随疾病的不同阶段而有变化,从红色、棕色到白色都有可能,所以汗斑又名变色抗疹。 事实上,汗斑的病因是由皮屑牙包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且容易复发的霉菌感染。 当皮肤潮湿,就容易造成皮屑牙包菌的增生,通常青春期后的成年人,由于皮脂腺分泌旺盛,供给了吃油微生的皮屑牙包菌大量的营养,因而容易产生汗斑。 皮肤科医师林郑贤的专栏文章中说明,其实皮屑牙包菌是皮肤上正常的菌落。 根据研究,超过90%的成年人皮肤上,都有此菌的存在,至于为什么有的人会发病,有的人不会发病呢? 推测可能与个人体质、菌的种类及菌料等有关。 用姜泡醋治疗汗斑。 自行买药擦也不行。 下面不了发现天气越来越热,近期网络流传用姜泡醋就可以治疗汗般的讯息。 食药鼠也紧急澄清,所谓的汗斑,是因大量排汗,或是待在闷热、潮湿的空间中,皮肤表面上的皮线若滋生大量牙包菌,就会出现的红褐色或是棕褐色的斑点。 老人家常觉得用姜泡醋能够治疗此症状,但此方法刺激性强,皮肤容易产生过敏。 另外,食药鼠提到,市面上呈药药药可能含有类固醇,消炎作用发挥之下虽可暂时改善汗般情况。 但这类成分能抑制免疫,反而容易让皮肤变成黴菌温床,建议民众不宜自行买药涂抹,若发现自己一次出现汗般。 最好到皮肤科,医疗院所请专业医师诊治,才不会耽误病况又无法治愈。 一度流传蜂蜜柠檬至汗般。食药鼠,没根据。 先前,无党级候选人无恶阳因力推蜂蜜柠檬掀起一波热潮,网络上纷纷展开蜂蜜柠檬能治疗汗般疹。 的相关讨论,食药鼠也曾在官网辟谣专区说明,蜂蜜成分含有葡萄糖、果糖、维生素、矿物质及暗金酸。 柠檬则属维生素含量丰富的食品,但喝蜂蜜柠檬可以治疗皮肤疾病一说并无相关科学论述依据,呼吁民众不要随便轻易相信。 容易流汗,有汗般怎么办? 本身若有汗般症状,或是平常比较容易流汗的话,不妨适度维持身体潜爽,当工作或运动而大量流汗后。 建议尽快充澡清洗,或以前毛巾擦前身体,并换上柔软透气衣物,保持皮肤潜爽,有助于汗般的治疗与预防。 先前盛传,蜂蜂蜜柠檬可治汗般,如今又有用香泡醋可以治疗汗般的网络流流广为流传。 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再度跳出来辟谣,没有科学根据的偏方小心导致更伤皮肤的不良反应。 闷热潮湿的日子,有些人手臂、身体、脖子处出现一块块白色、红褐色或棕褐色的斑块,这些斑块平常不痛不痒,但流汗后或体温上升时,有时会感到似痛、搔痒,这种情形称作汗般。 病造的颜色会随疾病的不同阶段而有变化,从红色、棕色到白色都有可能,所以汗般又名变色抗疹。 事实上,汗般的病因是由皮屑牙包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且容易复发的霉菌感染。 当皮肤潮湿,就容易造成皮屑牙包菌的增生,通常青春期后的成年人,由于皮脂腺分泌旺盛,供给了吃油微生的皮屑牙包菌大量的营养,因而容易产生汗般。 皮肤科医师林郑贤的专栏文章中说明,即使皮屑牙包菌是皮肤上正常的菌落。 根据研究,超过90%的成年人皮肤上,都有此菌的存在,至于为什么有的人会发病,有的人不会发病呢? 推测可能与个人体质,菌的种类及菌量等有关。 用姜泡醋治疗汗般。自行买药擦也不行。 春夏免不了发现天气越来越热,近期网络流传用姜泡醋就可以治疗汗般的讯息。 食药鼠也紧急澄清,所谓的汗般,是因大量排汗,或是呆在闷热、潮湿的空间中,皮肤表面上的皮屑若滋生大量牙刀菌,就会出现的红褐色或是棕褐色的斑点。 老人家常觉得用姜泡醋能够治疗此症状,但此方法刺激性强,皮肤容易产生过敏。 另外,食药鼠提到,室面上呈药药药可能含有类固醇,消炎作用发挥之下虽可暂时改善汗般情况。 但这类成分能抑制免疫,反而容易让皮肤变成霉菌温床,建议民众不宜自行买药涂抹,若发现自己疑自出现汗般。 最好到皮肤科,医疗院所请专业医师诊治,才不会耽误病况又无法治愈。 一度流传蜂蜜柠檬至汗般。食药鼠,没根据。 先前,无党级候选人无恶阳因力推蜂蜜柠檬掀起一波热潮,网络上纷纷展开蜂蜜柠檬能治疗汗般疹。 的相关讨论,食药鼠也曾在官网辟谣专区说明,蜂蜜成分含有葡萄糖、果糖、维生素、矿物质及胺基酸。 柠檬则属维生素含量丰富的食品,但喝蜂蜜柠檬可以治疗皮肤疾病一说并无相关科学论述依据,呼吁民众不要随便轻易相信。 容易流汗,有汗般怎么办? 本身若有汗般症状,或是平常比较容易流汗的话,不妨适度维持身体潜爽,当工作或运动而大量流汗后。 建议尽快充早清洗,或以前毛巾擦前身体,并换上柔软透气衣物,保持皮肤潜爽,有助于汗般的治疗与预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